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飞匠为您带来的全黄举巴原版的直播敌人解说 这场比赛有点不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德国高手 由一批的德国狼狗对二批的暴龙哥 看着吧 精彩队学 中方主力抢赛 首发是神乐打克里斯 这位德国选手的阵容跟小孩都是一样的 克巴克 但不同的是小孩基本都是用八神手笔 暴龙哥这边的克里斯 发布断动 小条CD反边再发布 这个天脸发布有点过分了 OK 我们看下这个德国高手怎么样 逆向下C却反摇拳 中途断动 哇 这边二则直接责政了 感觉这二批这位选手有点没反应过来 看这边 暴龙哥的罗伯特 来了啊 罗伯特现在一颗气没有啊 罗伯特其实不是那么吃资源啊 但是的话 你想打神乐星赫啊 哎 高达低 你没有办法把神乐撂倒 基本就没戏了 罗伯特能打对手撂倒 基本就是下中嘴火者说 CD反击对吧 打神乐的话 打神乐的话 来 下地反射腿再继续一丝血 哎 演的影响 灵机之主吗 没有 没有资源啊 罗伯特好 这招败后快 一颗CD直接交掉啊 好吧 也是江江把这个神乐带走 那看下这一局 老八啊 哎呀 德国缺手的罢神怎么样 漂亮 直接前向一条百合折 琴月音 一丝血 哎呦 帅啊 星云流水啊 可惜刚才伤害差一点 但是无伤待啊 哎呀 暴龙哥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大门啊 暴龙哥这边今天不用罢神 其实还蛮少 蛮少见的 战 哎 漂亮 这手缺反 我发现这个德国缺手 特别喜欢打逆象啊 老有一种要打百合蛇的感觉 哎 一个CD直接交 真果断 再发波 很灵动啊 十八神 我不管你要干什么 我先把我要打的东西打出来 果然跟咱国内的风格不太一样 被这边拉开距离 罢神一直在做牵扯 哎 一颗CD交 不给进攻 不给压制 时间快不够了 暴龙哥 哎 一脚踢开的伤害差一点 可惜啊 比分一比零 那看下一拳 哎呦 这个德国缺手的罢神 怎么说呢 特别注重了安全感啊 就是我不管你大门要做什么 反正我跟你保持三到四个身位的距离啊 你近身我就交资源 对吧 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果断 看一下暴龙哥这边选了什么角色啊 看一下 小草 哎呦 上小草 行 这边是 首发是 克里斯大神了 看一下发挥 哎 怎么说 好 牵下条打击头 这克里斯还是需要一波把神了遛倒的机会啊 神了现在这个角色起身太慢 有时候导致压制他呀 会很舒服 后条ZD打千充 看这边神了 哎 跳ZD防得很晚 下地乱装 怎么说 哎呦 这手漂亮 神了想他反应神速啊 这个克里斯还想牵小一跳骗指定的骗这个打击头啊 结果被一批反应过来一脚踢开缺反啊 看得出来 这在德国选手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啊 看一下暴龙哥这边的小草 哎 漂亮 前大击 颖跳奈洛 立像直接一波五连 哇 这小草感觉 由娜威了啊 看一下发挥 哎 荒耀乱多 肥宝胆一下 哎呦 这边是 肺蟹地 那还好啊 肥宝斯一头直接带走 那看下一局 刚才好像稍微卡顿了一下 也可以理解 毕竟是 德国选手啊 颜值可能会稍微有一点 看一下这边发神 来 山地风位 逆向 哇 你看到没有 这德国选手真的特别中一逆向啊 哎 小跳C 直接带走 我怀疑是不是 德国那边玩酒吧的真的不多啊 所以说 呃 打逆向的话 基本打一些门外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国内来讲 其实 尤其是国内的高手啊 这些对于逆向防的还蛮稳的啊 哎 轻角 还想挑C逆向 可惜 打的不是很准 看这位德国选手 逆时选择通过各种的牵扯 稳 哎 减没有减到 可惜 GD差一点啊 一个CD交出来反边 起程直接堵圣龙 我不跟你信 哈哈 但是讲前冲战C是不行的啊 而比起先直接堵了一波二针指定头啊 一针躲过你的战C判定 二针去抓取你的后摇 看一下这边最后一个手里的克里斯 哎 原地是高跳 克里斯看一下 哎 CD斑空 完了 这暴龙哥 有点着急啊 这种高点的克里斯的跳CD是绝对不可以反击的 包括八神都要考虑一下 对吧 你更别提你大门了 哎 逆向 好 缺反 挺身 想要补一下对手起跳 但是没成 一个CD直接交不给进攻 先出版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霍龙哥这边还是没有自己的一颗气啊 先克里斯有点慌 哎 钻刀 下C 我发现是 德国选手好像特别害怕大门的样子啊 超炸香裸 哎 问题不大啊 一分二比零啊 这是又是一把活捉啊 那看下一局 看一下暴龙哥这边 要不要上八神呢 不是小草 可以相信自己啊 克草门 克草门啊 我发誓 石勒先和打克里斯啊 来吧 现在二比一的逼分了 二比零 说错了 好吧 一分都没有吗 目前为止 这位德国高手真的有实力啊 哎 划闪 这个位置看一下 克里斯怎么能把这个石勒六倒是个问题 下地乱动 贴脸发波有点鲁莽 WD不大 再发波 哎呀 划铲 CD搬空 哎呀 我感觉二比这位暴龙哥这位学手 他CD没有考虑的很周到啊 被骗太多次了 被骗太多次了 98跟97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 97基本里的CD没有存在搬空的城 没有存在搬空的可能性 对吧 基本都是对手 啊 预判你要CD 然后用超杀去骗CD 对吧 通过身位能躲的其实非常少非常少 你不像98啊 98一些刁钻点的点位 CD是真的不能乱出啊 小草这边 没有资源 所以只能强行突破啊 不然的话被神乐关到板边 那绝对是要破防的啊 那看下一局 看一下一匹狼狗 二法出场的 特里斯啊 这位德国选手的中国 啊中文名称他就叫蓝狗啊 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可能是德国牧羊犬很出名 那原理是高跳CD对策前跳 漂亮是有钻刀 下必战Z 看了这个手法还是有的 逆向再来 我让你打我逆向是吧 来 抢C头板边 这小草感觉非常的凶啊 但这边肺血皮直接缺反 花蝉 花蝉大断洞啊 这个小草感觉是有操作的啊 可能是实战经验是少了一些 那下暴龙哥这边 大门 三颗血啊 资源还是非常多的 稳 啊谁都没有帅些发招 怎么说 哎 你这手CD片的不错 但是好像没有抓到机会去 可里斯 狠批啊 各种的假动作 好 这手指定头带走 来看一下下一局 看一下这边 德国选手最后一个手底的八神啊 这八神确实很有自己的风格 没有一颗气 运气有点不太好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这个2P这位暴龙哥 就是咱们网络上常见的一些 怎么说呢 呃 不是很强的网站选手啊 真的是 没有那么夸张啊 呃 红灵 是红灵啊 但并不是 呃 就是那种 二线顶的那种高手啊 并不是 哎 这手伤人的百合者好帅 天老爷又是个另一项 直接带走 大家的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好吧 德国选手的八神 特别喜欢百合者啊 确实 大红灵